欢迎收看正常发挥 去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想要和平 还是想要和战 我再问一次 你想要和平 大家好好的相处 国与国之间非常的融洽 彼此互利互惠 国与国的人民 也可以互相尊重 甚至自己的国家里面 面对不同的意见 也能够兼容并蓄 你想要这样子的和平 或者你想要 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要打你啊 你不听话 我打死你 你要打我 我奋勇抵抗 旁边的老大哥们 不怕 打 打不够 我给你武器 打不赢 我给你飞弹 快输了 我战机飞过去 钱不够 我几亿几亿美元的给你 没有弹药 我给你子弹 人太多 没有枪 我给你枪 然后有人不开心 一颗按钮 就按下去 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此爆发 我请问正常发挥的观众朋友 你要和平 还是要核战 我想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 我要先把正常发挥的立场讲清楚 我们绝对不希望战争 我们也绝对不期待战争 不论是谁要从战争中获得好处 哪怕你是世界大国 或者你是中华民国 这些政治人物 我们绝对都不会认同他们的意见 想法 还有做法 有没有可能 在会谈之后 换来和平呢 五点钟 就在今天台湾 四个小时之前 俄罗斯 乌克兰 双方展开了会谈 哇 这个双方代表团成员 一字排开 我连名字都不会念 都是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些 部长啦 这个军事将领啦 政府高官等等等等 你不认识他没关系 你叫不出名字也无所谓 他的官邪你在台湾 在美国没听过 那也无妨 你要知道的是 这群人现在正在努力的避免 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只要记得这件事情就好了 至关重要 这场会谈一波三折 本来说要谈 你又不谈了 我找的地点 你又不喜欢 你主意的地方 我又有意见 谈着谈着 你又打我一下 说着说着 我又K你一顿 然后别人又来帮忙 然后你又呛瞎 导致这个 我们上礼拜五 就告诉大家有可能出现的和谈契机 一直拖到了今天 我们叫228年假 我们叫228和平纪念日 他们现在也正在进行 可能是近代史上 人类最重要的一次和平会谈 我非常希望这个和平会谈能够有结果 你这几天看到新闻 你看不烦吗 你看不腻吗 你看得不难过不心痛吗 看着乌克兰人死守家园 看着俄罗斯的军人贤命进攻 双方都有对 双方都有错 到底谁对谁错 谁错得多 谁对得多 你说得准吗 我们希望和平 我相信你也一样 一开始我就开中命问了 你要和平还是要和战 可以选择啊 但很显然 对一些国际大国来说 他们的选择 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 从俄乌战争 2月24号爆发到现在 我们来细数一下好了 好不好 谁想要和平 中国大陆 好像有 习近平跟普丁通了电话 先谈东奥 谈完东奥彼此寒暄 老兄弟啊 你也找人出来讲一下对吧 我们都尊重你们的立场 但我们只会站在 是非对错的角色上 不会因为我跟你感情好 我就挺你 话说我跟乌克兰 也有交情啊 请你们好好的谈一谈吧 以色列希望可以当中间的调停人 印度希望可以帮俄罗斯 乌克兰找到和谈的平衡点 地点 除此之外 我请问各位观众朋友 你有听到哪一个欧美大国 试图介入两国当中当调停人 你有听到吗 拜登 英国首相 德国总理 法国总统 西班牙总理 意大利总统 你有听到这一些欧美国家的领袖 哪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 不要打了 拜托 两边好好谈一谈 我不知道 也许我漏掉新闻了 但我没有听说啊 我很好奇耶 拜登你是把普丁的电话弄丢了是 电话号码弄丢了是吗 你不会打个电话给人家 奇怪 你整天在媒体上放话 没事就呛吓 还要跟大家讲说 哎呀 我不打俄罗斯 是因为我怕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真伟大 然后放着乌克兰的人民 拿着汽油弹上街 用肉身炸弹去炸掉路桥 跟俄罗斯的军人拼命 男女老幼领枪上战场 然后你说 我不能打俄罗斯 我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后乌克兰人一直死 然后俄罗斯人一直死 我觉得好奇怪啊 你跟普丁应该有点交情吧 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美国 有任何一丁点 一点点 想要阻止战争发生 或遏止战争蔓延的企图 没有啊 德国一样 英国一样 法国一样 西班牙 还有什么 什么爱沙尼亚 什么什么什么 一大堆国家 北约 欧盟 好先进 好注重人权 好热爱生命 好民主 你们哪一个国家站出来 想要阻止这场战争 继续下去 没有 一个都没有 人家快开打的时候 你在旁边三风点火 人家打得焦头烂额 乌克兰节节败退的时候 你说 啊 我不会派兵 啊 我不能派兵 啊 我怕第三次世界大战 等到打到现在 双方金平 精疲力竭 你有机可乘 有力可图 哎不怕 我给你钱 继续打 我给你子弹 继续打 我给你飞弹 我给你战机 打 打给他死 不要停 拼命打 所以我一开始的问题 我想请问大家 你觉得这些国家 你觉得这些国家 这些欧美 我刚刚说了 先进国家 民主国家 热爱自由的国家 这个 这个维护人权的国家 热爱生命的国家 哪一个国家 在这种关键时刻 站出来 希望战争 不要继续下去 没有 一个都没有 甚至还资助战争 希望战争继续延烧 希望森林继续涂炭 除了我刚刚说的 中国大陆 以色列 印度 也许还有其他小国 我不知道 除了这几个国家 我看不到那些 你熟悉 叫得出名字 甚至曾经去旅游过的地方 有任何一个领袖 表达出这种 爱护生命 心疼人民 不要战争的想法 一个都没有 那到底这个世界 出了什么问题 我刚刚说了 拜登 你把普丁的电话 删除了是吗 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立刻 手机拿起来的时候 打电话给他 你可以打视讯给他 没有手机 你的白宫办公室里面 椭圆办公室里面 你也有紧急电话 秘密专线 可以打到普丁的办公室 你打了没有 你试着去说服普丁 不要侵略乌克兰 不要继续引发战争的没有 没有啊 你巴不得他们继续打不是吗 这就是这个世界畸形扭曲的现况 然后拜登被捧成了世界伟人 哎呀不得了啊 真是料事如神啊 哎呀不得了啊 真是爱民如子 怕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场战争他有能力阻止的 他有能力在发生之后 不让他蔓延的 但他什么都没做啊 这样总统很伟大 很了不起 然后泽伦斯基 我承认他很勇敢 但各位你思考一下 我假设 我说假设 假设 有一天 中国大陆发生战争 我以中国大陆为例 希望这个我们线上的网友 大家不要介意 我只是假设 假设有一天 中国大陆发生战争了 然后这个大陆领导人 他说你们拿着步枪上战场 你们这些平民 全部不等出国 通通宠军 拿汽油弹 跟侵略我们的国家拼命 你觉得 这个中国大陆领导人 会怎么样被评价 应该很好理解吧 冷血 残酷 无情 使人命如草戒 草奸人命 拿人命当肉盾 拿平民 维护自己的极权主义 对吧 奇怪了 一样的事情发生在乌克兰 泽伦斯基变成英雄 说他民调九成 他叫民众 手无寸铁 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 拿汽油弹上场 他把囚犯放出来 跟俄军拼命 他不让十八到六十岁的男人出国 后来改口 不 只要你是人 不管几岁 不管性别 你敢打 我就给你枪 他跟世界各国 征召所谓的国际佣兵 这样子的总统 对不起 我知道你很勇敢 我也知道你很辛苦 我也知道你被美国 给绑架 把持 但我不懂为什么 国际媒体 台湾媒体说这样的人是英雄 史上最勇敢的总统 对 他都叫他 手无寸铁的人民 挡在他前面 当人肉盾牌 去对抗俄罗斯 然后这样的总统是英雄 真奇怪 一直以来我以为 可以维护和平 避免战争的总统才是英雄 就原来现在在西方 这些民主国家 自由国家 叫人民上战场 去当肉盾的总统 叫做英雄 那太好了 那拜登你就这么干就好了 你也不用 这个美国军人不用死了 你如法炮制啊 你想打哪里是不是 叫人民去打 你是英雄 简直扭曲到极点啊 这是我这几天 对不起我的角度不太一样 但我会用很多新闻告诉你 这是我这几天看了这么多的新闻 我很有感啊 我真的不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啊 以前是可以这个促成和平 这个阻止战争的人 被大家所追捧 现在是三风点火 然后敬讲屁话 作弊上官 那样子的国家领导人 哎 了不起 先知 以前是能够保护人民 爱民如子的人 民调很高 支持度很高 现在是叫人民上战场去死 的总统 民调九成 世界英雄 这是扭曲到不行啊 然后接下来我还有个疑问啊 我很多疑问 我们今天都来讨论 太多新闻了 我就把这个故事 我当成一个故事要慢慢告诉你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 这个不是说俄罗斯啊 现在这个占据了很多乌克兰的军事设施嘛 然后把这个乌克兰的军队一直往西推嘛 还有人民等等的 然后可能雷达战也没有啦 机场也没啦 这个飞弹的导弹发射 发射基地也没啦 那我给他这么多飞弹 他要去哪里发射啊 听说邻国会帮他发射 那叫邻国直接发射就好 你给他干嘛 我就想问啊 我很想问啊 他没有什么军事设施啊 然后我给他啊 我给他飞弹送你 然后拿一堆飞弹说哈哈 然后诶 靠 飞弹无法发射 因为我没有基地啊 我不能瞄准啊 我没有后勤 没有支援啊 你给他飞弹干嘛啦 我实在是很好奇啊 我不知道我不是军事专家 我不懂啊 都给他射射型的 都给他射射型的是不是 刺针都是射型 那简直 那简直 还有标枪也是射射型 那你就站在那里当把子吧 好这个 我实在是不懂 这是其一 那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更值得深思了 尤其是那一些 817塔律班1450 好你们现在狂战拜登 说我们都错怪拜登了 拜登不是俗辣 拜登是因为这个 怕森林涂炭 所以不愿意攻打俄罗斯 请你记清楚你现在讲的话 未来我是说如果 两岸发生战争 美国没来 你不要骂美国哦 因为当时 那个时候的美国总统 不来支援台湾 也是怕发生世界大战啊 打俄罗斯会发生 打中国不会 请这些1450 把这些话 牢牢的刻在你的心上 怎么样 想挺拜登 现在嘴巴被堵住了 再挺啊 看让乌克兰在那边死成这样 俄罗斯也没好到哪里去 拜登一句话说 我是怕引发世界大战 哦拜登好棒英雄 那美国就有完美的理由 在未来台湾发生危险的时候 不用来帮忙 因为美国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中国大陆跟台湾发生战事 我不能派兵啊 我是为了世界着想啊 太好了 1450塔利班817 请记得你们今天 吹捧拜登的话 以后不要跟我出来哭 来我们介绍来宾第一位 下面咪咪哥 主持人好大家好 郭振亮亮哥 大家平安 建文基大使 邮振好大家好 还有这个穿的一身绿 可能要去乌克兰打仗的开墙 大家好 所以你裤子也是绿的对不对 参加志愿军 对他要参加国际勇兵 参加国际勇兵 你不是还有伙伴吗 就揪林非凡跟林昌卓一起嘛 对不对 就跟当年曹操传袭天下 大家一起陶董卓的时候 刘关璋三个人 就各拿了兵器 然后呢光感三个人就跑去了 好不好 我们就这样子啊 但是有个问题是在于说 我们现在 因为现在乌克兰是说 他透过全球大使馆跟领事馆 向这个全球发出征兵令 但台湾这边完全没有乌克兰代表处 我们可能要先一起飞去北京 14加7 然后之后呢 然后再去乌克兰驻北京大使馆报名 然后呢再看怎么过去 那你要记得带台胞镇哦 我会带 你会带 他们两个说台胞镇是垃圾东西 他们不带 那他们也许不要去北京 那他们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报名 好不好就是这样子 就是有这个好不好一起去 这个非凡跟这个常座 请帮我好好照顾凯翔 好不好 凯翔平常不爱运动 跑不快跳不高 身体也不好 你看常座 但他们三个 我们三个人之中 只有我是当医务役 对对不起 可是常座有六块鸡啊 你有吗 但常座会尿出来 我还帮他包尿布 不用啊 你帮他擦就好了 好 来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蜂蜜 来 你要和平还是和战 现在这个俄乌会谈正在 我不晓得新闻 有新的新闻吗 好像没有 好像可能正在 还在进行当中了 还是不是还在进行 我看这个画面 他有24小时全程直播 我刚刚 他有网站有全程直播 我刚刚有去看 他发现一个字都听不懂 所以他整翻译太慢了 算了不看了 看不下去 然后这个 我讲定生死 没错 定的是乌克兰 也是俄罗斯 更是全世界 现在传出怎么样 普丁核武最高警戒 还有人说他什么 核武器核装备 三位一体 什么舰队 什么什么东西 三位一体 打仗了 然后拜登也给了回应 他们说有个末日军机 什么什么B 什么6B 还是B6 我永远忘了 我搞不清楚 现在也升空 好 这个大战一触即发 难道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你觉得呢 再来 乌克兰 成绞肉机 这是白俄罗斯的总统 这个卢卡申科说的 他现在是站在普京这一边 自己人啦 我的名字并多一个白而已 你要打我帮你打 去说散兵 等特种部队等等等等 这个发言很狂 说乌克兰要变成绞肉机 我绝对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那习近平当然 我们中国大陆呢 在礼拜五 已经传出来打电话给普丁了 这个习普通话 那是不是有可能 也因为这一次的通话 然后导致 虽然这次和谈一波三折 但总算 在今天台北时间的下午五点钟 已经开始进行 而目前也正在进行当中 再来 泽伦斯基 真的很勇敢 旧小景后 也很会表演 先是说我孤军奋战 又说 这是你最后一次看到我了 哭哭 现在这个民调很高 民调支持率非常高 说九成一 破了九成的民意支持 但是我真的必须要说 我钦佩你的勇气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认同 你把人民当成肉盾 这件事情 还被捧成英雄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我认真觉得奇怪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 让俄罗斯不打你 或是让俄罗斯打了你之后 立刻停止侵队 停止攻击 那你才是我眼中的英雄 但这样子的英雄 一将功成万古枯 是多少乌克兰 军人平民的性命 跟俄罗斯军人的性命 把你叠叠叠叠叠叠 让你变成英雄 那我更奇怪的就是 要怎么做民调 他做2000的样子 他打电话嘛 对不对 好吧 我说好吧 我没有说好吧 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好这要请兵哥 来 你要核战还是要和谈 各位这是 核战爆发 你要战争吗 再来看看这张照片 这些照片你应该会满 满有感的 当然这是普丁跟拜登 好朋友嘛 所以我就说拜登 你是没有普丁电话 你啊 要不要卡电话给他 很奇怪 这是普丁 这是马克宏 这是梅克尔 这是 泽伦斯基 好朋友啊 他都排排住啊 不是吗 你们曾经感情很好啊 然后今天我还有看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是普丁跟泽伦斯基 两个人单独的合照 奇怪 你们都是好朋友 是不能卡电话 不会打电话给他哦 不会跟他瞧一下 我当然知道 你一定会说 哎呀你不要这样说 大国大国之间 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我告诉你 大国跟大国之间的复杂因素 就是个人跟国家 自己国家利益 没有什么复杂的啦 我电话打 我去他们真的不打了 哎呀我反而赚不到啦 哎呀对我的利益有伤啊 哦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 你以为是什么 啊对对对 复杂复杂的因素 有很多原因 你不懂啊 你不专业 对我知道我不懂 我也不专业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什么因素 但我知道都跟他们 自己的利益有关 就这样 所以你不肯打电话 为了什么 哦自己的利益 你讲完了 不同意的话反驳我 你可以反驳我 好不好 来 这个场地 就是大家今天应该都有看到了 就是他们会谈的这个场所 那 双方都坐满了官员 双方的矿泉水 各有各的国旗 国旗 白洛洛斯的国旗 三国的国旗 这一波三折的会谈 有没有可能 让这场战争 我不要说画下句点 但能不能是一个斗点 或者说在五线谱上面 一个休止符 林哥 当然 既然有和谈 我们当然希望和谈能够成功 赶快把战争停止 但是我也必须讲 我觉得这个希望不是那么的高 这么悲观 因为责任司机 他的代表他没触发 责任司机就讲说 他对这个和谈不抱什么希望 那还谈什么 那谈个屁啊 那普丁看起来也不像是 很喜欢和谈的人 所以 战斗民族 所以他们两边都是战斗民族 因为乌克兰是克萨克 继兵的后代 所以都很凶 民族性都很强悍 所以为什么会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当然现在很多人说 普丁下令他的核武部队高度警戒 是不是准备要发动核战 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 为什么因为 代价太大是不是 他核武部队的警戒 那个主要是干什么 主要是 在告诉北约跟西方国家 你们不要意图把情势升高 俄罗斯是有核武的 所以不是他在威胁人家 他是要人家不要威胁他 他对乌克兰干嘛 要用核武 他有毛病嘛 因为北约通过派出4万快速打击部队 是啊 4万 他现在就是警告你北约的部队 就不要接近我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反正 基本上没有人会先丢核武 也没有必要丢核武 那实力上以俄军对乌克兰的实力 前几天 这些西方媒体不是一直在叫说 他们要丢炸弹之父 丢炸弹之父 他丢了也没丢啊 那炸弹之母呢 也没丢 炸弹之母是美国的 所以我就觉得 当然现在双方都要打认知作战 都在传一些奇奇怪怪的消息 那我们就是看看就好 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 俄罗斯有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必要 实际上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那 那些一直讲说俄罗斯军力什么 不如想象中强啊 打得很差啊 什么什么东西的 我提醒大家 他总共才打了5天 今天第5天 那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时候打了20天 伊拉克的国土还比乌克兰小17万平方公里 所以才打第5天 你们就一直在讲俄罗斯多烂多烂多烂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不是有什么美国官员说 我跟你讲俄罗斯希望6小时如何 12小时怎样 36小时 48小时 72小时 计划三天要夺下基辅 结果你看掉7了 普丁掉7了 现在就要起这个风向 这标准的是自己先射箭再画把 奇怪你跟普丁那么熟啊 他的作战目标是什么你都知道 真厉害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消息到底从哪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 因为西方媒体很明显的 包括台湾某一些媒体也是这样 就跟着 就是不要说俄罗斯就代表邪恶 因为他入侵 然后怎么样 所以呢所有的错都是俄罗斯的 我认为 在21世纪的现代人类不应该发生战争 任何人入侵其他国家都是不对 对没有错 可是 如果入侵其他国家就是错了 应该遭受谴责的话 那你们为什么不谴责美国 美国是全世界入侵其他国家最多的国家 他入侵伊拉克的时候 奇怪了 你们怎么不讲 当时怎么不讲我们都是伊拉克人 对喔 怎么没有人在讲 我们都是阿富汗人 阿富汗为什么不讲我都是阿富汗人 美国入侵他有什么正当理由吗 完全没有 你说 因为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所以你就要入侵他 俄国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中国也有 英国也有 法国也有 你美国自己都有 那你为什么不入侵 而且找半天也没找到 对啊 事实上 这就是假讯息嘛 这也没找到东西啊 重点在这啊 海山被你抓起来杀掉了 结果什么也没找到 奇怪 所以那你们为什么不说 美军侵略者 当时你们怎么 你们怎么不组外籍傭兵团 去帮伊拉克打美国 怎么没有人这样做呢 还是因为美国人讲的就是正义 俄罗斯人讲的就是 王八蛋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再强调一次我认为 俄罗斯入侵 那个乌克兰是绝对错误的 也应该被挑战被谴责 当然 当然 可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 要用同样的标准去看 这是很公平的事情 如果俄罗斯是入侵者 那美国一样是入侵者 没有什么差别 在我看来都一样 那问题是 为什么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刚 单身广说拜登现在变成英雄 我是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不觉得他是英雄 说他很厉害很聪明 然后说他 这个悲天悯人 因为说他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他才 啊我们终于理解拜登用心良苦啊 今天这个局面会搞成这样 我觉得 三个人要负责 一个是哲伦斯基自己 一个是普丁 因为他入侵嘛 另外一个就是拜登啊 是啊 对啊 拜登其实有两个选择 你知道吗 第一个选择 就是责任斯基一开始 在那边蠢蠢欲动的时候 你直接就 去警告他 就像你警告台湾一样 你不要给我台独哦 你台独我就不帮你了哦 那你就 你就警告责任斯基 你不要给我 想说妄想进入北约 进入北约 我就弄你 我就完全不支持你 我就等着看你死哦 那责任斯基可能就不会动 那好 就算 你不想这样做 不想去压制责任斯基 那你大可以成兵在乌克兰呢 你就直接跟乌克兰保证 有人打你我就帮你 你加入 我提你 也没有 你也没做哦 你都没做 而且 你还率先 早在战争 发生前好几个月 你就直接讲美国不会出兵了 我不会出兵了 台岛人撤走 对啊 撤光光 那这场战争 难道 战争间会发生你没有责任吗 我觉得拜登的责任其实很大 因为你率先示弱 告诉俄军我不管他了 俄军才会进来的啊 不是吗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你自己犯了一个战略上的严重错误 然后现在你告诉我说你是英雄 我完全看不下去 那当然我强调普丁也有错 有一些人在跟我讲说 普丁要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 那有什么错 抱歉我不这样认为 没有当然 如果要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 那没什么不对话 那美国生存空间越来越大 五大洲七大洋都有美军基地 那很棒啊 美国超棒的啊 那他高兴打谁就打谁啊 对啊 是这样吗 这绝对不是理由啦 对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理由 所以国际政治老实讲啊 很难说谁对谁错 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 每一个国家都想维护各自的利益 那美国现在很明显嘛 我嘴头上帮你经济制裁 然后我送你一些武器 什么赤真飞弹啊 什么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东西啊 问题是嘴巴上讲得很漂亮 你真的送去多少物资 有没有人统计过 乌克兰到底拿到没有 然后现在基辅市长前两天说了有嘴 他说基辅市已经被围了水界不通出不去了 然后后来幕僚又说没有没有没有 他讲错了 然后他立刻改口说 没有基辅市看不到一个二军 一个都没有 那这到底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他在讲错 昨天水线不通今天一个都没有 那假设 假设基辅真的被围了 请问一下 那你怎么把武器送进去 我就是在问这件事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你怎么送进去我也不知道 送在外围的吗 这很奇怪 现在比较有可能 就是他们把武器运到波兰边境嘛 对啊 然后乌克兰自己找人来拿嘛 嗯 就这样子啊 不然怎样 因为北约部队不能进去啊 就是这样 是啊 他是有些边境国家说 我帮你巴射 但是我是不认为哪个国家 叫我晓得那么好 敢巴射去打俄罗斯啊 我是不是不认为啦 你在你自己的国境去 打俄罗斯的飞机 或是他其他航空境 你不是等于跟俄罗斯在 我是帮乌克兰打的 可以这样子啊 对啊 就这种消息 这不知道哪来的你知道吗 这什么奇怪的逻辑 莫名其妙 俄罗斯人还管你那么多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在那边讲一些奇奇怪怪话 我现在觉得西方这些国家 只有大概 现在对俄罗斯来讲 最痛应该就是 把他提出swift 应该是他最痛 那其他的我并不觉得 对俄罗斯有多大的影响 那整个态势在我看来 其实非常的不妙 我一直认为 普丁根本没有想要和谈 我认为普丁只是在争取时间 让他的部队整个补给 相关的整备更加 就是喘口气 对 缓一下这种感觉 然后等到谈完 一路就给你冲到吉府去 我觉得他的想法大概是这样 所以 情况真的不是很妙 那台湾这些人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骑什么 天天那边这一刻骑 我们都是乌克兰人 你三姓家奴嘛 每天换一种不一样的人啊 你很爽啊 好烦喔 因为他要当香港人 因为他要当乌克兰人 烦不烦啊 那真的该做的事你都不去做 我就觉得很奇怪 奇怪你林非凡不是民进党 副秘书长吗 那你直接叫蔡英文驱逐俄罗斯人啊 对 对啊 把他们赶走 结果你堂堂民进党副秘书长 跑去人家办事室前面 我们抗议 我们抗议 你为什么直接 直接叫蔡英文把他驱逐掉就好 叫他撤掉代表处啊 叫外交部把代表叫过来 痛骂一段 然后滚出去 然后把代表处赶出台湾 是啊 讚 那不是更好 你们这些人平常讲得很漂亮 现在去参加外籍兵团啊 赶快去啊 朱凯翔揪你们去啊 说真的外籍兵团那是讲笑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蠢 我听了一整天了 你叫外国人去要打什么仗 谁指挥他 对啊 乌克兰现在是缺步枪兵吗 他现在是自己的主力部队 快要被包围了 你找一群什么虾兵蟹这样跑去 一人发步枪就可以打仗是不是 有这么简单的事 你现在以为是三国时代是不是 三国时代都不能这样打了 所以这就是白痴 然后组织一群什么囚犯 电影看多了是不是 真的不会是演员在那边胡搞瞎搞 你今天是个部队指挥官 你不要说多大的指挥官 你他妈是一个营长好了 请问一下这件罪犯 是排在你的前面 还是排你后面啊 他们前面的舱口 吊转对着你开枪 他们说囚犯很爱国啊 囚犯也是爱国啊 囚犯也是爱国啊 你知道这件事情 最智障的就是什么 就在这一波里面 我最受不了一种人就是 我愿意上战场 你上个屁啊 你提到任何人 在跟你讲这种话的时候 你先想一想 他在为这句话 我一定上战场去防守 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 拿起枪来捍卫 那你就检视一下 他过去 有没有当过兵 有没有受过至少合格 9个礼拜的步枪兵训练 又或者是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他有没有未来有计划 要从军的计划 去学习当个步枪兵 不然他保卫个屁啊 他拿哨把吗 是不是只要拿一个哨把 站在解放军坦克前面 然后看起来 苗头不对的时候 假装扫地 没事没事 然后又冲过去拿哨把捅人家 不要耍智障 给你枪你也不会用 你要怎么样去防 你要怎么样去攻击到那些正规军 你在一个大楼里面 然后吞出个枪管 你不要搞了 你害整个大楼被轰炸 要是我家邻居住这种租队友 就把他推下楼去好不好 就是不要讲那些智障的话 一群智障 一群军忙在这几天都出来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嘛 刚刚凯翔讲的 最明确的一点 我给你一把枪 你会校准吗 你会拆解吗 出现故障你会排除吗 你什么都不会 你都换蛋夹都不会 你去跟人家玩什么 所以真的是 我觉得这些都是天方夜谭 他说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之所以讲 要组成外籍兵团 他不是真的希望 外籍兵团帮他打仗 那不然要干嘛 他那个只是 外国人直来了 你看嘛 不会有用盾牌 你看 就是这样 争取全世界的同行 而且告诉全世界 你们一堆人在我这儿 而且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你假设你真的像 泽伦斯基讲的 对全球发出征兵令 你知道这做法 跟谁一模一样吗 你们有没有想到 跟谁一模一样 跟伊斯兰国一模一样 对 伊斯兰国不是 好招全世界的人 全部跑来吗 还真的很多人去啊 美国一到天 本土恐怖分子 就这样来的啊 一堆傻瓜不是一开始 也是一份天一 哇阿拉召唤我 就要去那边 打两天哭了就要回家 不就是这样 一堆啊 不就是这样啊 所以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真的 真的不要去干这种傻事 这种根本都是笑话 说真的 俄罗斯人现在正在集结 他的主力根本还没有开始动 有这个说法 说他们现在动的是 他们国内军力的20%而已 可能不到 应该不到 就是特种部队先打先锋 开到 后面才是主力部队 而且你看哦 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认为 俄军还算蛮克制的 你看西方 这些媒体不是一直说吗 哇 乌克兰民兵多勇啊 坦克车出来 他还敢挡着他啊 然后还敢去偷他的加油车啊 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是因为俄罗斯人 认为他是平民 我不想打你啊 对 其实兵哥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俄罗斯也要顾及他的形象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未来可能要统治乌东 那里头很多人是亲俄罗斯人的 对 他也不想去造成对他的仇恨感 对 所以人家在进行政治作战 你以为人家真的怕你 想太多了 等到俄军主力真的来的时候 你看情况会是这样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台湾有一堆人 就是可能平常电动打太多了 然后在网路上 键盘幻想太多了 看电影看太多了 以为哇塞自己上去的天下无敌 像那个馆长多好笑 说解放军如果来 我第一个拿枪放战场 还问他说 还问他说 你会开枪吗 你有中过枪吗 我中过啦 这种东西给你拿出来说嘴 你是被人家 真是寻仇耶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从来没有受过 任何训练的小混混 都可以把你打倒 随便拿把破手枪都把你打倒了 人家解放军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你怎么会认为你打得赢人家 我也不懂 我实在搞不懂你脑袋在讲什么 我也不懂 我觉得这种说法都 这种求战论都好那个 我是觉得在21世纪的人类 真的不应该要赞成 很多事情我们应该要透过斡旋 透过大家互相的会谈来解决 所以我还是讲 今天虽然我对这个和谈 没有抱很高的希望 因为我觉得前提就已经 几乎不存在和谈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突然之间 双方都良心发泄 赶快和谈 减少人员的伤亡是最重要 跟他讲个笑话 刚刚兵哥讲我就讲个笑话 这我是看一个这个美国的脱口秀 他们有那种亚洲人的脱口秀 那个男生很有名 那男生有演那个上契 不是善契喔 上契 梁朝伟那个 上契 The Legion of Tamarins 十环传奇 漫威 知道吗 反正不重要 反正那个男生很有趣 他讲过一个脱口秀 那一段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他说 北韓 因为北韓这个很有种 你敢乱来 所以当北韓说 我告诉你 你不要搞喔 我有核武器喔 我弄死你喔 当北韓在叫秀的时候 美国就是那种 没有 你没有 然后 你没有 你没有 你没有这种东西 你没有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假装没看到 因为他动不了北韩嘛 他进不去嘛 打不了嘛 没有 没有 你没有 但是当这些中东国家说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什么核武 我没有什么大规模商量 我真的没有 美国说 不 你有 我要入侵你 而且我把他找出来 不找出来 事不发休 我要弄你弄你 就弄半天 没找到 这个笑话 就是讲美国 难欺负难搞的对手 说怎样 我就是有 你没有 你没有 你不要开玩笑 我不相信 那些好欺负的国家 有资源的国家 我真的没有 我不管 你就是有 我要入侵你知道 我找出来为止 这就是美国 然后刚刚斌哥讲的 第二个笑话 就是 这个大家都笑俄罗斯 说 强国 战斗民主 对不对 随便就被 塔趴在地上 然后我们的这个认知 作战一段新闻 有死多少 多少惨 被摧毁 干嘛干嘛干嘛 賓哥讲到重点了啦 对不起 我没有站在任何一边 我觉得两边 我都觉得很糟 因为我不想 不希望死伤打仗 你想 乌克兰面对的是谁 乌克兰面对的俄罗斯人 只有一种身份 叫军人 乱枪打下去 全部给他死啊 炸 没有在怕 都是军人 该死 俄罗斯面对的 十个人里面 可能有八个 是乌克兰的平民啊 他怎么打 打下去 以后是国际战犯耶 要上国际法庭的耶 海牙有没有 要去被宣判的耶 你是国际 国际认证的杀人魔耶 你要去国际法庭 被审判 被宣判的耶 你是战犯 很可怕耶 所以 两边军力有差 那为什么会这么难打 我想这是部分原因啦 你说真的 我如果是普丁 我再想要拿下基辅 我也不想乱杀平民吧 我也不想要 背上国际战犯的罪名吧 要不然很简单啊 我飞弹一轮两轮 你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现在你所有的防空 这个雷达战被我打掉了 我来三轮 哪里都不炸 我就炸基辅 你觉得拿不拿得下来 我全部撤到外围 三轮飞弹 你觉得打不打得下来 可以啊 但会死多少人 你想过了吗 所以 我不是要跟普丁说话 他发动战争 他也有责任 他也要负责 可是真的不要那么 就像刚刚凯翔说的 你不要当军盲啊 不要那么蠢啊 好不好 拜托这些1450 这够了真的 我倒门 我倒门 那我们还不够 我倒门 我怎么会 就会想到 我倒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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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门